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学校学习之前的启蒙 主要是来自于家庭 你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 然后回想一下 便可以得到具体答案 家里都有什么样的成员 他们说的是普通话 还是家乡话 或者两者都有 有没有因为某种原因 而跟爷爷奶奶住过很长一段时日 甚至是被他们喇叭长大的 有没有今年累月的给保姆带过 保姆说的是什么语言 跟不跟邻居们来往走动 小时候的玩伴 以及幼儿园内的同学 都是什么家庭出身的 他们说家乡话 还是普通话 幼儿园的老师是哪里的人 在还未正式入学 接受学校系统性的语言教学之前 我们已经在形成自己的一套母语发音系统 而这个体系中 已经面不了掺杂了各种方言或外语 来自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环境 每个你成长中所接触到的任何人 以及任何可以让你吸收学习语言的媒介 都为你的这一套母语发音系统做出了贡献 我们在这个阶段所吸收到的母语 都无法避开 透过这种沉浸式的格局去形成 取决于情况 我们在还未入学以前 就已经有可能接受到各种口音的熏陶 发音造就不剩标准 入学之后的语言学习 则应该是透过教育体系 提供一个标准的母语发音系统 让人们在这个标准中 学习正确的尝试与发音方式 并且为所有学龄前吸收到的不正确发音方式做出修正 然而 也是取决于学校的环境条件 以及个人的吸收与领悟 人们在教育体系中的语言学习中 仍有可能无法辨识出自己发音内所需要矫正的地方 继而 带着我们最早形成的那个错误的发音方式 以及不好的发音习惯继续成长 最后定型 学校的所有老师在语言学习阶段的形成到定型期间 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你的母语有没有学好 也跟老师的母语好不好有关 老师的发音不标准 你所吸收到或学到的发音方式就不可能标准 事实就是如此 就算不是教育文的其他科目老师 如果家乡口音很浓重 也会让学生们耳濡目染 在很关键的母语发音系统的发育期间 为学生们的发音留下了口音的示范 同理 学习母语以外的任何外语 如果你的学习环境以及老师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形成口音的因素的话 那么你所学到的外语也会带有它们传授给你的发音方式与习惯 再重复一遍刚才的理论 老师的发音不标准 你所吸收到或学习到的发音方式就不可能标准 可以这么理解 有些口音 无论是母语的还是外语的 其实都是你自己学来的 拿我个人的情况来举例说明 我的中文是母语 第二语言是台湾闽南语 第三才是英语 我的中文在来美国之前是台湾国语 来自于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 我的母亲是本省人 父亲是外省人 我自有个母亲以及母亲内头的亲戚们学习台湾闽南语 以及六年级与国中时候的国文老师都是闽南人 在台湾国中三年学的英语 由于教育体系重视的是文法 所以发音和听讲方面的训练非常匮乏 到了美国以后发现根本开不了口 英语等于需要重头学 而且发音方式经过比较发现有误 所以都需要一一纠错矫正 15岁来到美国固然提供了沉浸式的环境 但由于回到家里还是说中文 以及我个人喜欢中文写作 有意地不放弃对中文的加强 因此英文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进步太多 起码感觉上没有我念大学以后来得有效率 我对如何有效修正口音以及正音的认识 是来自进修语言学之前所做过的一连串相关调查与实验 进而决定采用最学院式的做法 进修中文研究所专门学习语言学 我是先把自己中文里的台语口音给揪出来改掉 并且改掉所有从非英语母语老师 那儿吸收到的发音坏习惯和错误的发音方式以后 英语的发音才同步掌握得更好的 如是概念 套用在任何其他语言的学习应该是贯通的 至于进步的程度 我的经验分享是 在三四年之间中文与英语的发音同时飞快地长进 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母语的了解 也就是说 如果母语本身旧不标准 带有家乡方言 那么其他语言学到一个程度时 会发现发音很难再进步 因此先把母语弄清楚了 才是学习任何外语的网道 这是我的再三强调 老师的发音不标准 你所学到的发音方式就不可能标准 就跟我的国语会有台湾口音那样 虽然我人生中所遇到的国文老师们 对我在写作方面的启蒙与开导真是好到没话说 但说到发音却是有比较旧又伤害 我来美国后遇到很多普通话说的非常漂亮的大陆同胞 曾让我非常羡慕 必须了解到一个事实 即我们与生俱来的 对母语的音感还有发音方式 是训练了自己的舌头耳朵 去发母语所需要的音 已经为中文完美的两声打造 因此其他语言里面有些发音 只要不是母语里面有的 都很有可能发不标准 甚至发不出来 举个例子 英语的th 在中文里面就完全没有th 这个音 对我来说难度就非常大 每次讲话遇到时 都会有不稳定的情况 有时发对了 有时就没有 那是自己心里清楚 却非常难达到的一个门槛 练习久了 固然可以进步 但已无法在自己的发音系统内 再正确建立 添加出一个 如同母语那般浑然天成的基调 我在美国大学修语言学的教授 他是台湾出生的外省人 只说国语不会闽南语 他在遇到这些我们母语中 所没有的发音的时候 是指明班上一两位美国学生 来发音给大家听的 他很坦然地跟大家承认 自己发不出某些音来 这样的事实 对学中文的美国人而言 也同样必须接受 在课堂上 当教授列举美国人 在发音哪些中文时 会遇到的困难 以及说明他们的发音系统内 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发音 所以他们通常会怎样念错时 除了他自己示范外 也会找几位中文为母语的同学 来示范和比较 口音的生成原因有很多 他所造成的效果也非常不一 一般会让人最想去掉 也最好降之去掉的口音 是造成语言障碍 会让人听不懂或造成误解的 那一类口音 然后才是自己认为不喜欢不满意的 会被听出来是非母语者的强调 如果就拿医美做比喻 前者的改口音属于医疗整形般的矫正 对一些人的职业而言既有必要去做 更能得益于此 后者则趋向于美容整形 那是比较高端和高端的追求了 无论学习语言追求的是口音的矫正 还是美容 我的经验总结是 哪天你能把这第二语言 说到不再纠结那一点点口音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全然悟到 这世上有些事情做不完美 绝非是自己不努力 而是碍于天生的条件 所以必须坦然接受辱式缺憾 有些小小的口音 留着反而是优势 那是属于自己的独特发音 并不会妨碍 所谓的狭不掩瑜 指的就是这个 在一个整体标准的基础上 看待这些小小的缺陷 好比一颗痣长在脸上 大小和位置对了 就是美人痣 就被视为有福气或是带财运 你也正因为它而显得独特 感谢你的停留 欢迎表达观点和经验 我们下次再见